各位参赛同学,大家好 我是一号参赛者 今天我所要朗读的题目是 睡城 睡城 清晨,我沿奉行山上旁边的小路 往吊桥走去 吊桥悬在两山之间 不拙天,不拔地,不连睡 吊桥真美 走吊桥时,我见只有一种锁人的快乐 山色在延,风声在耳 而一身细腻于天地间油丝一般的铁锁间 多么好 我下了吊桥 走向渡头 舟子未来 一个农妇在亭间浇豌豆 碗豆花是担子的 很细致,美丽 打鼓机的声音 不知从何处传来 我感动着 那是一种现代的聪明之歌 我要等一条船沿水路 带我经阿努皮 到石门 我坐在石头上等着 乌鸦在山间直嘎嘎地叫着 我记得有一年 他只会简单直接地叫一声 嘎 但细细品味 倒也有一般直输胸义的悲痛 好像要说得太多 参谎到极点 反而只剩下 只剩一声畅意了 乌鸦的浴翅 唇黑说道 滑跪耀眼 船来了 但乘客 只我一人 船夫定定地 坐在船头等人 我坐在船尾 负责腰痕 腰立日 腰偶过的一片银蜜 谢谢大家 我的老鼓到此结束